好 随着台风是逐渐的远离 天气也跟着好转 那么吉安乡公所从六号开始 也陆续在全乡18个村 展开灯格热 以及并没闻的防治喷药的作业 那么乡长游淑珍除了到场 来关心失作的情形 也呼吁乡亲要配合落实 寻到清刷四个步骤 来做好居家环境的整洁 各位乡亲大家好 为了防治并没闻 吉安乡公所在贵村喷洒环境用药 清洁队员穿上防护衣 走进香弄林里 先起水沟盖就以热烟雾的方式 进行登革热与并没闻的防治喷药作业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 天气跟着好转 吉安乡公所从六号开始 从仁和村出发 陆续要在全乡18个村 展开环境消毒作业 112年防治登革热 第三期的药剂喷洒工作 要从九月份一直到十月底来展开 在这里也呼吁我们乡亲好朋友们 要把家户周边的喷花以及圣水 能够检视清楚 我们还是要来寻稻冲刷 做好生活的维护 可以取代我们药剂的喷洒 这才是防治的根基 所以我们请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留意 在这两个月期间我们会进行巡回事 也请各个家庭的这个晒衣服或者是食品 以及我们重要的东西能够收藏好 来防护个人生活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跟防护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由于4号5号受到台风影响 人里村的朋友作业 只能顺延到十月南华村之后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呼吁乡亲 务必掌握寻稻清刷四个要诀 以人工自然的方式减少病霉纹的滋身 才能有效从源头改善 共同维护社区环境 为生整洁 记者徐立琴吉安乡报导